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10号表示 其部分内部通讯遭到黑客入侵 有文件外泄指责是伊朗政府所为 不过伊朗方面就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表示伊朗没有干预美国大选的意图或动机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 引述微软研究人员在9号公开的报告 称与伊朗政府有关的黑客在6月 试图通过一名前高级顾问的电子邮箱账户 迁入美国总统竞选团队一名高级官员的账户 微软的这份报告没有提及黑客针对的是哪一方竞选团队 特朗普团队发言人也没有提供几方式受害者的明确证据 仅表示事发的6月份与特朗普选择竞选搭档的时间重合 而被针对的原因是特朗普任内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 当天晚些时候 特朗普也在其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 团队从微软公司获悉 它的一个竞选网站被伊朗政府黑客攻击 另外在特朗普团队发声前不久 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称 从上月起收到匿名邮件 其中提供了特朗普团队内部运作的真实文件 包括一份有关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潜在弱点的报告 特朗普团队发言人回应说 泄露的文件是由敌视美国的外国来源非法获取 目的是干扰2024大选 在美国的民主进程中制造混乱 伊朗常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团 否认了特朗普方面的指控 表示伊朗没有干预美国大选的意图或动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